学习做糯米饭,家人都会赞你大厨 你们不要看它平平无奇的样子 比味饭好吃太多了 Yummy, yummy, yummy 天气凉凉,最适合做一个纳美糯米饭来吃 今天分享一个电饭煲版本,下次分开生炒给大家 做纳美糯米饭,第一时间肯定是煲饭 这里是一斤已经洗好的糯米 然后我们淋两圈花生油 放入它,搅匀它,加上花生油煲饭会煲到亮亮亮 然后会粒粒分明一点,就不会粒粒粒的 水我们就加到盖糯米 因为我这个糯米是没浸的 所以我就会加到一个食指的节节就可以了 食指用电饭煲来煲,不要用快煮饭 因为快煮饭会很快煲完的,我们用柴火化 煮着糯米就用来处理其他食材了 少不了的就是腊肠 腊肠用200克的就没那么肥 我比较喜欢吃腊肠,所以放三条腊肠 腊肉我没那么喜欢吃,放半条就够了 腊肠晒了很多灰尘,然后会粘在上面 所以我喜欢用热水去烤一烤它 烤一烤它,我们可以冲走灰尘 因为它有油会特别吸附在上面,这样就会干净了 想它更加好切,我们烤完之后放到饭里蒸一蒸 蒸了腊肠特别容易切开,除了腊肉腊肠还需要用到这些配料 浸了冬菇,瑶柱和虾米就绝配了 放了少许胡萝卜,加多两个鸡蛋 多少就封键油仁,我们先处理一下食材 胡萝卜切成小粒,冬菇也切成小粒 但要注意的是冬菇要切大粒一点 这样四起身才有口感 泡发了的瑶柱,这样一搓它就会散 我们把它搓散就可以了 腊肠不用等它的饭滚 它热了,我们这个腊肠就会腍 就可以提前拿出来把它切片 切粒也可以,我就喜欢切片 很快的,饭还没煮滚 这些腊肠都已经淋了 我们提前拿出来,它滲了些油在下面 让它煮出饭更好吃 继续煮一下 腊肉我就喜欢这样切薄片少少 因为腊肉有点硬身 切薄一点,口感会好一点 准备了些味料,我们来炒之前 就要调好这个酱汁 这里是半碗水,加少许蠔油 大概是2匙匙,加多1匙匙的生抽 2小匙的糖,1小匙的盐 因为腊味已经有味 所以不需要放太多 有条件还可以加少许松鲜 加多一点,那么多生分就可以了 再把它尿均匀 调好酱汁等待炒的时候就没有了 炒腊味冬菇之前 我们先来煎鸡蛋皮 这样就不用洗两次锅 煎完鸡蛋之后 锅都会很干净 锅热了之后,就可以倒入蛋液来煎 这个我们用中火慢慢煎就可以了 蛋皮不用翻面 煎到这样表面 已经没有生的蛋液 就可以关锁拿出来了 这一面就很漂亮,虎皮 我们把它切成蛋丝就可以了 煎了蛋的锅,还有少许油 我们不需要再加油了 把这个腊味倒下来才爆香 腊肠很出油 我今天用过腊肉比较瘦 爆到出油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材料倒下去 炒香 我们这些味料一定要炒熟的状态 因为我们等待会儿拌饭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酱料 我放入水 让冬菇熟透 让它炒至一下 红萝卜可以软一些 让它熟一下 让它熟一下 转小火 让它在里面炒一下 我们这个饭已经煮好了 很漂亮的粒粒 晶瑩剔透 我们打散一下 用筷子弄一弄 纯糯米饭 很耐饱 所以我们这里一家四口吃都够了 看到我们这里收汁 已经收到稠稠的 没什么汁的状态 我们就用来关火 把我们打散了 糯米饭倒下去 在这个锅里搅拌 我们电饭煮会方便很多 刚才的蛋丝和葱花都倒下去 然后一起搅拌 喜欢香厚一点 还可以加烤角的花生 关火来搅拌 我们就不怕会焦 好香啊 好像出去吃早餐的糯米饭的味道 它不像炒饭 那么好搅拌 它的黏性比较大 所以要有耐性把它搅拌均匀 糯米饭就要这样 淡淡都吃得到料 不用用这么大的碗 这样吃一碗就够饱了 真的很好吃 软软热又香 又多了 真的超级正 你快点试一下 绝对没介绍错 吃过你都回来表扬妙妈 妈妈呀呀 我给妈妈表扬了 谢谢